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纽约市今天气温继续高达90度以上 受潮湿天气影响 体感气温更高达103度 今天Astoria出现大规模的停电 电力公司Kan Edison表示 昨晚11时 由于电线短路导致下水道发生火紧以及停电 有115户家庭 共1200人受影响 当地有很多市民 由于不能开冷气 晚上要搬到屋外的走廊睡觉 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住客更需要搬离闷热的住所 另觅地方来借宿 到今天早上 很多商户都点算损失的财物 丢掉雪柜当中变质的食材 有商户表示损失多达1万元 康Edson表示 目前已经在进行抢修 预料最快今天下午会恢复电力供应 另外 市政府也继续呼吁市民应该做好避暑措施 尽量留在室内或阴凉的位置 并减少户外剧烈活动 全纽约市已经开放了超过500个避暑中心 供市民享用冷气消暑 竞选财务委员会昨天裁定纽约市长白思豪设立的非牟利机构 一个纽约筹款并无违法 但促请市政府尽快立法监管非牟利机构 以免成为政客的提款机 目前的选举法规定了参选人的筹款上线 纽约市长候选人不可能向每名捐款人收取多余4950元 不过白思豪2013年当选市长之后 继设立一个纽约 至今已经筹得400万元的经费 他涉嫌绕过选举筹款条例 为连任下届市场筹款 正被联邦及曼哈顿地检处调查 竞选财务委员会昨天裁定白思豪并没有违反选举条款条例 但是严厉指责白思豪的做法是蔑视唐领 唐委员会主席贺恩促请市议会联同市政府 尽快通过立法去监管非牟利机构与政治人物的关系 政府压力团体公民联盟认为 委员会的建议认同认为商人捐款给一个纽约真正的目的 是要获得以白思豪为首的市政府的支持 另外一个压力团体纽约共同目标则认为 政治选举不应该沦为有钱有份玩的不平等游戏 白思豪发言人回应表示 对竞选财务委员会的判决表示满意 重申一个纽约的成立目的是要倡议改革性政策 并于下届市长选举前18个月已经停止运作 强调一个纽约与白思豪本人的选举活动绝无关系 纽约市议会议长马立陶发表声明表示 会研究竞选财务委员会的判词 决定是否立法规管非牟利机构 纽约市人权委员会裁决布鲁伦两个公众游泳 设立女士专用时段并没有违反歧视条例 但是要求泳池要缩短女士专用的时间 波鲁伦威廉斯堡的大都会泳池以及皇冠高地的圣约翰康乐中心 位于传统犹太社区 东正教犹太教规定女士不得与男士共狱 因此上述两个浴池设立女士专用时段 让犹太妇女也可以拥有泳池的机会 但有关做法被投诉涉嫌歧视 人权委员会裁决上述两个泳池 并没有违反歧视条例 但要求泳池要缩短女士专用的时间 大都会泳池由目前一个星期六点五小时 缩短至四个小时 而圣约翰康乐中心则继续维持每周两个小时的时间 委员会认为新安排让犹太妇女得以继续坚持信仰 但仍能享受游泳的乐趣 不过民间组织纽约公民自由协会则批评 委员会以宗教信仰来作为借口 做出不合法天坡的裁决 上星期五布鲁伦皇冠高地 发生了一宗12辆汽车车胎被戳爆的案件 怀疑与种族歧视有关 一路电视显示 上个星期五晚上9点左右 一名男子行进布鲁伦Laps Amnual 600号的时候 用不明硬物戳爆街上12辆汽车的车胎 由于案发地点为一间犹太老人中心的门外 警方已经出动仇恨罪行科去调查这一案件 市民如果有任何线索提供 可致电800-577-8477 拿瓜地亚机场明天将会关闭B号客运站的B2停车场 展开机场的翻新工程 P2停车场将会关闭两年 涉及2200个车位 为了应付未来两年的需求 拿瓜地亚机场已经在A号客运站外 新建长期的P10停车场 新增1800个车位 市民可以搭乘免费接驳巴士 来往停车场与各个客运站 拿瓜地亚机场的翻新工程 总造价高达40亿元 将包括新建全新的一体化客运站 拥有3000个车位的全新停车场 以及预留额外两英里长的空间 共第一式停车来接载旅客 美华协会今天下午在华博召开记者会 宣布将于7月21日至24日 在新泽西的The Westinger City召开大会 将讨论多项对亚太裔社区 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还将重点强调如何培养亚裔青少年 成为未来具有领导技巧的专业人士 美华协会新泽西会会长吴慧珍表示 亚裔在美国已有百年历史 但是至今都没有占有重要的位置 这源于没有从青少年时期 加强对其领导财年的培训 美华协会联席主席刘青华说 美国出身的亚裔不少都不善于表达 因此很多时候失去了主动权 要加强青少年大学生的领袖训练 给他们准备未来成为社会上一个成功的亚太裔美国人 青少年分练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通常的弊病都是不大爱开口讲话 争取我们应得到的权利 那训练的其中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训练我们可以有胆量 开口觉得我们是应该开口讲话争取权利的 还有呢我们如果要争取权利开口讲话应该是怎么样才是做得比较 不会得罪人而且争取到知识解答 也是在训练班里面可以跟他青少年们谈到的 分会会长吴慧珍表示青少年领导培训不仅培养青少年一代的领导才能 也是今后找工作时简历里的一个亮点 美华协会全国代表大会是美国亚太裔社区中卓越的年度会议之一 每年吸引了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社区成员 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奋起前进 将讨论美国亚太裔学生分类数据 修复国家破碎的移民制度 以及因种族歧视而遭起诉的个案 和多项对亚太裔社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 有关更多全国大会资料或登记青少年领导培训 大学生领袖培训或青年专业人士活动 可登录网址查询 华与电视记者采访博报道 纽约华部具有百年历史 大街小巷当中至少有6000家店铺 今年华部共同发展机构的暑期实习生 有一个坚决的任务 就是要一一登记这些商家 来看记者报道 今年暑期来自纽约不同高中和大学的30位实习生 拜访分散在华部的6000多家商店 并会一一登记店名和地址 4000家5000家的商家 只有300家是餐馆 其他是何方神圣 所以我们最少就说把你的menu拿来 我们帮你放到网站上来 所以我们也会弄一个新的网站 由于华部的店铺经常转手 他们已经在制作全新的华部地图 97%的钱是带给男的 3%是借给女的 那你自己跟自己开玩笑 为什么经济那么差 你让女孩子没有发挥的地方 女性朋友如果有兴趣参与创业开店 可以向华部共同发展机构登记 他们会提供相关讲座培训 此外 人口老化 卫生环境欠佳等 都是华部现存的问题 实习生会通过问卷 了解商家遇到的问题 以及如何帮助商家推广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不到 与选择 創造成